本文素材来自于网络 若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存在侵权行为 请联系删除 前言 近日 一位名叫司马三级的博主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报道 他已真名举报了韩红慈善基金会的非法活动 这些指控包括韩红 未能按照法律要求披露年度工作 举报称 长期非法集资无公开募资资格 为公开对外投资金额高达3亿元人民币等 根据该博主的说法 除了通过公开捐款筹集的2亿元之外 还有5亿元尚未透明披露 这些善款都进了谁的钱包 由此可见 这指的是韩红本人 这篇博客报道试图抹杀韩红几十年来 在慈善事业上的努力 网友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韩红的人格即将崩溃嘛 他又碰谁的蛋糕了 韩红不再沉默首次回应 韩红以字节的态度无视谣言 但随着谣言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的污垢被泼到他身上 作为最后的手段 韩红出面解释了此事 在本期十三妖节目中 韩红首次公开回应了此事 他骂道 一亿多我哪来的 如果我之前担心的话 谁会宠我 他承认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些指控引起了舆论的轩人大波 他表示不明白为何网络上会出现如此恶意炒作的情况 当他激动的演讲时 他曾留下抱怨的泪水 他说如果你有困难可以问我 但如果你举报我会随时战斗 早在2022年2月 司马三级就频繁向韩红举报 列举该基金会的可疑账户 以及与其他赚钱组织的非法交易 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 调查结果已公开 北京民政局表示 自成立以来 韩红基金会整体运作较为规范 除在取得资格前募集公募资金 以及过早披露部分投资事项外 会发生严重违法行为 北京市民政局也公开表示支持和认可 韩红基金会抗击疫情的慈善工作 总之有小错误 工作中难免有错误 是可以改正的 所谓的挪用公款是不可能的 看到这里 网友纷纷表示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搬掉了 韩红在网友心中一直是洒脱的形象 即使他违反了某些规则 他们也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个人利益 而只是为了更好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韩红一直以来对慈善事业的承诺是有目共睹的 官方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让司马三级幸福 他坚定的表示将继续报道韩红的慈善基金会 他还发布了韩红基金会2018年审计报告 再次试图掀起舆论风暴 称韩红有多特别 即使倒下也不会放弃 但法案上却有不少线索 别说3000台打印机 3万多台电脑又如何 还有一台价值31.8万元的全身采钞机等昂贵电子产品 军标有个人用字样 那么一个普通的私人基金会 有可能需要这么大的开支和这么昂贵的电脑吗 韩红表示他对此感到厌倦 并承认他对慈善事业的沉默 他做错了什么吗 显然他作为歌手可以赚钱 但他却致力于慈善事业 这些年他默默为慈善事业贡献了多少 23年慈善历程捐款总额超10亿 要说韩红真正开始他的慈善之旅 是1999年贵州缆车事故 由于适逢国庆假期 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迎来了大批游客 然而这片自然美景中只有缆车 且陷重10人 实际容纳了40名游客 导致发生事故 到达缆车尽头 所有人都突然感到失重 一声巨响 雪花在景区破了一个大洞 30多人性命不保 幸运的是听到了一声尖叫 希望被点燃了 这个两岁的孩子有机会活下来 因为他的父母把他抱了起来 承受着摔倒的痛苦 当韩红发现他抛下所有工作远赴贵州来到幸存的孩子面前时 这名女子浑身发抖 止不住哭泣 但孩子却用餐巾纸为韩红擦去了眼泪 他就是这么做的 让韩红决定支持这个孩子吧 我看着父母就这样离去 把我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歌曲天亮了 让很多网友了解了这个故事 无数人泪流满面 不久之后 韩红祖母的去世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让他三年无法出门 在痛苦的日子里 他逐渐坚定了自己会帮助更多人的信念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牵动了多少人的心 给多少同胞带来了痛苦 韩红得知此事后 立即飞往灾区 分发物资并帮助抢救伤员 他甚至捐出了去年的全部收入 他亲眼目睹了灾难现场的残酷和伤员的困境 从未停下脚步 慈善步伐 如果算上2010年玉树地震 甘肃泥石流 2011年云南银江地震 总能看到韩红在无人问津的灾区角落里奔波 最终2012年 韩红慈善基金会成立 他表示他已经吸取了教训 向某基金会捐款 但他们并没有从这种行为中受益 开始打基础后 他发现每一包方便面都可能被曝光 疫情来袭 韩红二话不说 立即向武汉运送了大量物资 整个基金会行动迅速 正确地开展了救援工作 他们为这个项目总共筹集了3.3亿元人民币 而且这笔资金和他们队伍的物资都是第一时间送到灾区的 而且物品的数量也和他所说的一模一样 他投身慈善事业已有20多年 他的个人捐款和韩红基金会捐款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并收养了300多名受灾儿童 贵州收养的幸存孩子 人叫他妈妈 出身贫困 创造慈善 韩红在自由接触艺术的父母的影响下 很早就开始了他的歌唱之路 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他6岁时不幸去世 由于无法接受这个消息 他的母亲很沮丧 而年轻的韩红则留了下来 幼儿园或者请邻居来照顾 母亲的再婚使母女关系变得紧张 在与母亲多次顶撞后 他被送去与祖母住在一起 奶奶的生活并不富裕 两个孙子过着捡垃圾 卖破布相依为命的日子 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 奶奶也会把自己剩下的一点钱 捐给路过的乞丐 正是这些举动 让韩红在心里种下了善良的种子 奶奶一直尊重和支持韩红的音乐梦想 花钱培养他热爱唱歌 并把他送进了少年宫 最后 在儿童合唱团接受培训后 他尝试写歌并申请了艺术学校 经过努力 他终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他的祖母曾经教导他 你可以过任何一种生活 能够帮助别人总是好的 当母亲把钱寄给奶奶时 奶奶对韩红说 做人要善良 穷的时候不要有短暂的野心 韩红始终牢记这些生活原则 所以当他的祖母去世后 韩红三年来都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 祖母临终前告诉韩红 他必须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这些品质一直影响着韩红 三年后 韩红重新回到公众事业 这一次 他肩负的不仅仅是歌手的使命 他心里也坚定了自己要投身慈善事业的决心 他说即使捐赠基金几乎破产 他也为慈善事业赚了很多钱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韩红举办了一场慈善晚会 当他听说晚会是筹款活动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都缺席了 不过这些传闻并没有压倒韩红 他看到还有这么多人 爱心团体和观众感动不已 纷纷担惜下跪 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后来他也意识到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 愿意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他说他不认为中国名人是真正的明星 看着世界上的名人 他们无不充满爱心 倍感民族责任感 人们 尽管网络上关于他的传闻不断 但他却置之不理 默默地继续一步步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他对国家的奉献让许多假慈善家感到尴尬 结论 韩红一直呼吁拿走公共福利 他曾多次前往灾区亲眼目睹作品 作为对受伤的回报 他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捐款 但多年来仍有不少人批评他的行为 怀疑和谣言 所谓成功的背后 是他公开透明的活动 导致了那些假装慈善却不做实事的人散布谣言 谩骂他 疫情肆虐时 他即使生病也坚持了下来 从每件作品的细节 资料的细节和地点 到捐赠的金额和清单 他都定期公布 渐渐的 大家一需要借钱就会想到韩红 即使在司马三级屡次不实指责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还是支持韩红 网友甚至在韩红的博客上散布谣言 请在下面评论告诉我 你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 这些光鲜亮丽的名人或许不知道韩红是如何一步步延续他的慈善事业的 组织筹款 探访灾区 志愿加入救援队伍 他用全部终结能量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受到攻击 我们无法取悦所有人 但我们力求问心无愧 希望韩红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继续与他心爱的慈善事业一起航行 帮助更多的人 本文作者就以上或相关所产生的任何问题该不负责 亦不承担任何直接与间接的法律责任 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 版权图片 侵权 谣言或其他问题 请联系删除 文章